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师徒已被我打死 枪马被我所得 你们赶快开城投降 免伤性命 城上兵将一看秦琼骑的宝马和拿的宝枪 真是上师徒所用之物 以为上师徒果然被杀 都无心在战 就大开城门投降 迎接西卫人马进城 上师徒的老母亲听家将报信 说儿子被杀死 军兵已经归降 就放声大哭 他对儿媳道 家破人亡 我们全家死路一条 说吧 全家人抱头痛哭 哭吧 老夫人回屋 悬梁自尽 上师徒的妻子 拴好绳子 也想一死了之 可五岁的小儿 紧紧拽住妈妈的一斤大哭 使她心如刀脚 突然她把心一横 推开孩子 就要上吊寻死 这时 秦琼领人闯入 原来 秦琼唯恐上师徒一家出现意外 急忙感到率服 但还是来晚一步 老夫人已经弃绝 只有上夫人被救下抢救过来 秦琼向上夫人说了前情后果 告诉她上师徒未死 又说要设法劝降上师徒 让他们一家团聚 秦琼随即命人 保护上夫人和公子 然后他们回营等候 上师徒天亮回来 天亮 秦琼徐茂公领五虎将来到城楼 见上师徒正在城下观望 就让他进关投降 上师徒摇头 并高声对秦琼道 秦将军 你诈破虎牢关 我不怪你 我那老母和妻儿性命如何 秦琼告诉她老母和妻儿平安 让她进城和家人团聚 上师徒不信 非要和老母城头相见 秦琼无奈 吩咐人去请上夫人到城楼回话 一会儿 上夫人来到城楼 秦琼嘱咐她 就说老母健在 免得丈夫自杀身亡 上夫人点头应允 上师徒见夫人自己站在城上 不见娘亲 她心中一愣 难道母亲已经遭难 上师徒怒气冲冲 大声对妻子喝道 你说实话 我娘怎么样了 上夫人被丈夫一声怒喝吓呆了 忘了秦琼的嘱咐 声音颤抖着 述说了母亲自尽 和秦琼相救的经过 上师徒闻听 放声大哭 她哭过一阵 冲着夫人拔眼一瞪 吼道 娘已不在 你为何独活 上夫人一听 把牙一咬 猛然从城楼上跃下 坠地身亡 上师徒见妻子 横尸城下 她一阵狂笑 然后摘下叶明亏 脱掉棉竹凯 用双手一脱 对秦琼说 这几宝原是南陈宁老将军的 他的大女儿就是您的母亲 老将军没有子嗣 宝物应属秦将军 秦琼在城上摆手说道 上将军 只要你归顺西位 四宝全部归你 上师徒道 我气死邱王爷 逼得老母和妻子自尽 还有和脸面 活在世上 我只有一个五岁小儿 请秦将军收养 秦琼还要相劝 只见上师徒跪地大叫道 娘啊 不孝之子来陪你了 说完 抄起钢鞭 打在自己头上 将头骨打碎 死尸倒地 秦琼等人 见此情景 也都长叹一声 秦琼吩咐 将上师徒夫妻二人 尸体成练 和他的母亲埋在一处 又派人将一副 丘瑞老王爷的遗体 护送回瓦岗山 西魏人马在虎劳关休息三天后 秦琼留下一部分兵将 镇守虎劳关 然后吩咐全军启程 浩浩荡荡 杀奔红尼关而来 这红尼关的首将 是人称巴马将军的新轮礼 前些时 他到虎劳关驻站 被裴元庆一锤打得口吐鲜血 他逃回红尼关 正在养伤 听军兵报 西魏大军已在城下安营 他知道虎劳关失守了 可一连等了多日 未见西魏大营出兵 新轮李心中疑惑 但因自己内伤还未痊愈 也不敢出城讨战 原来 秦琼知道新轮李力大无比 恐自家无人 是他对手 派侯军集回瓦岗山 去叫罗氏信前来驻战 十几天以后 侯军集领罗氏信来到军中 秦琼让他二砸巴马将 罗氏信憨笑说 好 我明天就砸死这个巴皮马 第二天一早 秦琼领兵来到洪尼关前讨敌教阵 此时 新轮李的内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 他也想试探一下西魏军的虚实 就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 秦琼五动双茧 亲自出马 新轮李一见秦琼 不觉心仇就恨 一起涌上心头 他大叫 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 举魂铁朔来战秦琼 二人打了不到五六个回合 秦琼虚晃一剪 回马就走 新轮李在后紧追 没追多远 就见西魏军中 突然窜出一个大汉 手持大铁枪口中高喊 八匹马呀 你敢打我哥哥 看我砸死你 新轮李一看 是罗世信 吓得赶紧拨马往回跑 罗世信飞一样赶到他的马后 一铁枪砸来 新轮李一见不好 盲局铁朔一架 就听当的一声 两绑二次被罗世信砸成骨折重伤 新轮李忍痛逃回到关内 被重亲兵抬到帅府 夫人东方氏和妹妹新月娥 赶紧出来迎接 他们一见新轮李被打成这样 马上让大夫来给新轮李接骨治疗 大夫为她接骨服药后 告诉新轮李没有半年不能康复 新轮李知道自己不能再出阵临敌 就和夫人东方氏及妹妹新月娥 商量聚敌之策 并把兵权交给了妹妹新月娥 这新月娥是个文武双全 胸怀韬掠掠的女子 父亲临死前 曾恩请皇上准她辅佐新轮李 多年来 新月娥帮哥哥驻守红泥关 只是新轮李总想借她攀高枝 致使她三十未驾 如今她看哥哥被罗世信砸伤 又急又恨 她要为哥哥报仇血恨 她想了一套置敌之策 让东方夫人替她布置 然后吩咐亲兵传令 明天一早讨敌教阵 天明 新月娥头戴丹凤斩翅盔 手提绣戎刀 后背上系着一个内装各种暗器的皮囊 她上了桃红马 与东方夫人各带五百娘子军出城教阵 秦琼得信 也率三千人马出营猎阵 秦琼见来的是两个女将 十分诧异 还未等派将 罗世信就冲出去了 新月娥见对面来了一个愣小子 就知道一定罗世信 心中暗暗高兴 今天我一定置你于死地 为哥哥报仇 未等罗世信跑到近前 新月娥说了声 你力大 我打不过你 波马和东方夫人领人往西就跑 罗世信在后紧追 秦琼一见不好 赶紧让侯军级上怀中 王伯党 谢应灯等 带人追她回来 新月娥和东方夫人引罗世信 来到洪泥关西北角 他们打马跳过横在前面的一个土台 罗世信布置土台底下 是他们布置好的埋伏 刚一上去 轰隆一声掉入陷坑 被下面密布的尖刀穿覆而亡 东方夫人一见罗世信 中了埋伏回马领人要取罗世信首级 这时侯军级上怀中 王伯党 谢应灯等人赶到 谢应灯一见射中东方夫人尖头 新月娥见东方夫人受伤 就飞马来抢救 双方一场混战 新月娥见无法取胜 就带人马败回洪泥关 侯军级上怀中 王伯党 谢应灯等人把罗世信的尸体从陷坑中收回 运回西魏大营来报秦琼 秦琼一见罗世信阵亡 哀悠一声 昏死过去 众人连忙相救 五虎八彪等上将 各个咬牙切齿 高喊要给罗世信报仇 徐茂公吩咐全营挂校三天 祭拜罗世信 三天来 秦琼悲愤交加一并不起 徐茂公暂待他统领全军 徐茂公命侯军级上怀中领人 把罗世信的遗体运回瓦岗山 这天半夜 他在仗中苦思破敌之策 巡管兵忽然送来一封剑书 徐茂公拆开剑书一看 是小后裔陈平写给秦琼的 信上说 为报答当年北平比武不杀之恩 才写此信 又献祭说 新月娥三十位家 恨透了哥哥 献新闻里已成残废 由新月娥守官 徐茂公看完书信 微微一笑 立刻有了破敌之计 他叫来程咬金 让他明天交战时 如此这般行事 程咬金满不在乎的说 明天看我秦他 如果招数不灵 就按三哥的主意 戏弄他们一番 第二天 程咬金奉命出马挑战 新月娥让东方夫人守城 自己领人出城 列队迎敌 程咬金举斧上前 新月娥挥刀相迎 老程三辅子伴的招数 都被新月娥一一躲过 程咬金一箭招数不灵 掉头就跑 新月娥右手从背后皮囊中 扯出一把柳叶飞刀 朝程咬金飞去 程咬金吓得赶紧躲闪 那只躲得太猛 一下跌落马下 红尼官女兵一拥而上 将程咬金五花大绑捆上 对面徐茂公一箭程咬金背擒 知道有好戏看了 命令泪得胜 谷回营 红尼官的兵将可气坏了 新说明明是我们赢了 他们为什么敲得胜谷 新月娥回营后 立即升仗 命人押上程咬金审问 她问程咬金 为什么瓦钢山 好好的混是魔王不当 来当先锋官 程咬金装模作样跪道说 不瞒大小姐 您说就为我妹妹呀 新月娥好奇的问 你妹妹怎么了 老程假装悲伤到 父亲被靠山王打死 母亲拉扯 我们兄妹长大 不想我做了瓦钢山的皇上 妹妹和老母在家受罪 如今三十未嫁 我如何对得起良心 程咬金见新月娥听入迷了 又说我当哥哥的 要给妹妹找个好人家 绝不让她到官宦老财家里受气 更不拿妹妹送礼高攀 为此我卸掉皇位 想要回家接妹妹 哪知随军罚红尼冠 被你擒货 老程说罢 嚎啕大哭 边哭边喊 妹妹呀 哥顾不了你了 她偷眼一看新月娥 只见新月娥再也控制不住 竟也呜呜地哭起来 程咬金心中暗乐 心说我这番话说对路了 新月娥新潮翻滚 她想 人家程咬金 为了妹妹的婚事 连皇上都不当了 我哥哥可好 为了高攀 几次不惜拿我送礼 耽误我的终身大事 她决定不杀程咬金 传令将老程押坚 等候发落 第二天 新月娥率队出兵讨战 西卫派齐标 礼报二将出战 不到两个回合 俩草包将军就被新月娥打于马下 被人绳捆 锁绑押进红泥关 小二郎金城 举三尖两刃刀赛斩熊牛盖 轮铁棍上前来战新月娥 三四个回合 新月娥一飞刀把金城打于马下 又用红棉套锁生擒了牛盖 二人也都被红泥关的人押走 新月娥大胜 到了第三天 西卫营中瞿突兴 瞿突盖 鲁明星 鲁明月四将出马和新月娥交战 新月娥一见他们把自己围住 就连放了四把飞刀 分别把个四个打于马下 让女兵拿住 徐茂公一看时候到了 就让王伯党出战 王伯党领命催马 挺话赶紧来到镇前 新月娥见王伯党长得如履不重生 赵云在世 十分喜爱 他越看越爱看 直看得两眼发呆 王伯党见他 直愣愣看自己 不觉大怒 高声说道 你用飞刀套锁连胜九将 不算真本领 咱们不用暗器 比是真实本领 如何 新月娥问了王伯党姓明 然后点头答应 二人刀急 并举站在一处 一个是女中豪杰 一个是将中精英 二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未分胜负 有时王伯党招数露出破绽 新月娥也不肯置对方于死地 突然二马错登之时 新月娥对王伯党说 王将军 你随我到西边说话 说完 打马向西 王伯党一愣 以为又是诱敌之际 并不想追赶 徐茂公看出门道 命人雷鼓 催王伯党追赶 军令如山 王伯党只得拍马向西紧追 来到西北一片树林 只见新月娥已经下马 在林中一块空地等候 王伯党勒马横击 问她为何不战 居心何为 新月娥奄然一笑 对王伯党道 我知道昏君阳广无道 残害百姓 随朝就要完了 我也钦佩瓦岗山的众位英雄 尤其是承咬金 为了自己的妹妹能找个好人家 连皇上都让了 我愿意放了承咬金等九元西魏将领 献出红泥关 你说好不好 王伯党心说 我四哥承咬金可真能瞎编 原来他要归降西魏呀 于是就夸赞他知书达礼 身名大义 是金国英雄 新月娥见王伯党夸他 就又红着脸问道 将军可有欺世 伯党说没有 新月娥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尚未婚配 只怪我哥哥官迷心窍 总想拿我送礼 因此耽误了我青春 现在我想以身向许王将军 献出红泥关 不知你可愿意 王伯党一听这话 明白了新小姐的用意 他对新月娥说 你县关返随 正是与我志同道合 不过林镇收起徐元帅和军师同意 他怕新月娥反悔 就发誓说自己如有二心 将来被乱剑射死 新月娥一听 十分高兴 约伯党明天出阵回话 说吧二人上马 王伯党假装不敌败回西卫阵中 徐茂公心里有数 就命收兵回营 王伯党回营到中军帐 对秦琼和徐茂公 讲了和新月娥谈话经过 问徐茂公是否早有计划 徐军师哈哈大笑 说有此姻缘也是天意 王贤弟你明天告诉他 三更宪官天亮就成亲 第二天王伯党领命讨战 新月娥也开城出营 二人夹打了树河 王伯党扬拜向西而逃 新月娥催马在后紧追 二人又来到昨天谈话的树林内 王伯党按照徐茂公的吩咐 把约定事宜一讲 新月娥大喜 斩钉截铁的答应 三更必定现官 二人又像昨天一样 上马甲打一阵 然后各自返回大营 王伯党回去 把新月娥答应 三更现官的是一讲 秦琼和徐茂公 马上传令准备 三更天接应新月娥现官 再说新月娥带队回城 来到帅府门前 刚下马就见新闻里 已站在台阶前迎接她 原来新闻里听东方夫人回来 一讲两天来交战的经过 她感到有点不对劲 就前来询问妹妹 新闻里把妹妹叫到自己的屋内 说道你文武双全 才貌出众 我一直想为你找个官宦人家 谁知就这样耽误了你的婚姻 几句话 直自新月娥的废管 她把脸一翻 让哥哥不要再讲 新闻里见妹妹出言不善 就好言安慰道 我是为你好 别闹出笑话 你可别怪哥哥多疑 王伯党不过是个想马出身 怎能和你相配 新月娥大怒道 多此一举 说完 站起来就走 她回到屋中 饭也不吃 暗想主意 她担心和哥哥闹翻 哥哥手下心腹不少 一旦有变 不仅现官不成 还耽误了自己婚姻大事 这时夜幕降临 新月娥吩咐白酒 她喝了左一壶右一壶 吓得几个贴身丫鬟 不知所措 愣愣地看着她 一会儿 天骄出羹 新月娥立即披挂整齐 丫鬟们问她怎么回事 她满面通红 把自己已经申许王伯党 今晚三更要现官投诚 知事一讲 一个丫鬟献祭道 小姐 现在兵权在你手里 总兵老爷和夫人 均已受伤 你好言相劝他们 他们肯降 此事更好 如若不然 你三更现官 哪个能够管得了你呀 新月娥眼前一亮 起身直奔哥哥院中 她来到屋外 就听屋内东方夫人说 要是月娥真看上王伯党 我们可要早打主意 新轮里道 她敢这样胡来 我就让手下把她擒住 新月娥一听 怒火满枪 她推门闯进屋里说 哥哥 随朝将亡 我们理应计案投明 我已申许瓦钢王伯党 决定今晚三更现官 新轮里大惊 高叫我死也不许你现官 新月娥微微一笑 转身走出房门 翻手把门锁上 新轮里一见 新月娥的举动 知道大势已去 她大叫一声 一头撞死 在房柱上 东方夫人 见丈夫身亡 也拔剑自吻 新月娥听屋内声响 觉得不对 反身开门一看 见凶嫂已死 也十分悲痛 她吩咐家人 将尸首入殿 然后传令各营将领 到率府议事 又命人将程咬金等九将放出 等候一起出城 一会儿众将到齐 新月娥把县官并婚和凶嫂身死等事 向大家言明 然后传令集合人马 不带兵刃 准备三更县官出城 众将见新闻里一死 也无斗志 都同意投降西位 那只新闻里的几个新妇家将回去后 暗恨新月娥无情 就趁机发难 他们带人一面在城中放火 一面领人马突然包围了率府 新月娥大惊 她手下女兵不多 不知如何应付局面 正在危急时刻 程咬金 齐国远 金城 牛盖等九将及时赶到 打死发难的将官就出了新月娥 然后领大队人马出城迎接西卫军队 程咬金快马来到西卫大营 见秦琼和徐茂公讲述新月娥现官经过 王伯党在一旁听了 立刻对新月娥产生厌恶之心 下在这时 秦琼让他去迎接新月娥 王伯党和新月娥在城外相见 王伯党不由分说突然一枪把新月娥挑于马下 红尼官人马见此情景顿时大乱 王伯党一马当先冲进城里 多亏秦琼 徐茂公和程咬金等领人迅速赶到 才将红尼官人马全部收降 他们先安抚百姓和翔将 又安葬了新闻李夫妇和新月娥 秦琼和徐茂公找到小后裔陈平 要重赏陈平表示感谢 陈平坚决不受 然后告辞 飘然而去 原来陈平心中不满王伯党所为 不愿在西卫军中报效 秦琼和徐茂公盛怒之下 欲问王伯党杀新月娥之罪 王伯党昂然辩称 新月娥临阵倒戈不忠 逼死凶嫂不孝 妄动情思不守妇道 死有余辜 秦琼和徐茂公等重将文庭不愤 上报李密请示 然而西卫王李密 力保王伯党 赞其为贵阳城中赵子龙 不为色诱 不亏大姐 不予处分 徐茂公 善雄信等人对李密甚为不满 从此产生隔阂 西卫兵马在红尼关携兵数日 准备兵伐黄土关 这时 黄土关首将孙德龙 孙德虎来递祥书 秦琼大喜 接过祥书及名册账簿 让他们回去等候立功封赏 孙德龙 孙德虎当即告辞 急匆匆走出大厅 秦琼问徐茂公 你看他俩投降 是真是假 徐茂公一阵冷笑道 一仗未见 就来投降 来去慌张 定然有诈 程咬金说三哥多矣 请求领兵到黄土关收降 秦琼点头 命他带三千人马前去 又嘱咐他 见机行事 不可大意 老程心里记下 点兵就走 来到黄土关 程咬金见城门大开 并无一兵一将出营 心中疑惑 就站在高岗上 让前锋先进城 刚进一半 突然一声啰响 城门关闭 城上乱箭齐发 进城人马大部分 掉进县坑被捉 程咬金正不知所措 秦琼领大队人马赶到 刚要指挥军兵攻城 就见孙德龙 孙德虎把被捉的 西卫军兵五十人 一波捆到城楼上 削鼻 割耳 弯眼睛 最后掏心 挖肝 惨不人毒 西卫营中大都是子弟兵 他们见父兄惨死 个个嚎啕痛哭 乱作一团 孙德龙 孙德虎一见 十分得意 徐茂公大怒 略一思索 有了主意 徐茂公来到城下 用手一指孙德龙 孙德虎 说你们休想用验兵之心 丧兵之胆之计乱我军心 我自有法破你 孙氏兄弟 闻听既被识破 也大吃一惊 徐茂公命人 在城外报坟 掘木 匹官 堕尸 黄土官军兵 军是本地人 见祖坟被挖 都跪地大喊 行行好 别挖了 徐茂公叫他们 撵住孙德龙 孙德虎县官投降 否则放火烧尸 孙德龙 孙德虎 见守城兵将 交头接耳 知道不妙 刚想逃跑 就被众人捉住 随兵开城县官 秦琼和徐茂公领兵进城 徐茂公对孙德龙 孙德虎二人说 你们在我面前耍花招 玩春秋曹贡公的伎俩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说罢 吩咐将二人乱认分尸 以解民愤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八锤镇同旗 八锤镇同旗